本市去河南,要向各大门派广洒英雄铁,请武林中人参加首届中华传统武术大赛,可格斗狂人徐晓东这一剑河南地界,就被勇士的荣耀,的职业选手颜帅齐,一个飞席暴头,踢伤后共内外奔了26针。 原来,徐晓东在拜管各大门派的同时,还在各地制作一个直播节目,东哥小腊瓶,这次来到河南,格斗狂人首先去了郭成东的大东翔搏击基地,并邀请了勇士的荣耀四名职业搏击选手,韩豪杰,赵春阳,周一与颜舍齐,与他进行车轮大战,演示其节目中的武术暗黑事业,和与前三位选手接触后, 运行非常正常,但到了第四人颜帅骑士,二人正比划肩,格斗狂人低头时钟,正好颜帅齐一个飞席上头,正中其眉骨,当时就裂开了一条深深急许的血口子,薛晓东当即进了医院病手术,内外供奉了26针。 这一消息,经由格斗狂人自己主动发到网上,很快引发了热议,当然,有人赞扬格斗狂人已39岁了,做无数类的节目,还如此卖力,卖命的实战,精神非常可嘉,也有厌烦他的人,开始说风凉话,并冷朝热讽起来,向拳手满海, 竟然直接讽刺到,活嘎,以前觉得他挺好一人,现在发现,挺恶心。 不过,很快,这位曾在一次比赛结束时,静猛的亲了裁判一口,的大东翔选手颜帅齐,就在其微博中道歉说,对不起,东,都怪我没收助力,明天请你吃饭。 而请老板郭城东也在微博中说,打实战一定要注意保护你的对手,明天请东哥吃饭吧。 不过,有网友开玩笑说,这是到底请哪个东哥吃饭,是哪个东哥请哪个东哥呢? 另外,还有网友阴谋论地认为,严帅齐可能是为传统舞者报仇,趁机修理,教训了格斗狂人,这就有点因严帅齐了,作为一名舞者,有是职业选手。 还是在双方阅定的实战队订中,如果严帅齐这样龌龊去做,那他还有一丁点补得吗? 如果真想教训格斗狂人,何不明智者上擂台,打得他心服口服呢? 相信严帅齐的道歉是真诚的,郭城东要请东哥吃饭,也是真心诚意的,要知道,当去年,格斗狂人十秒打得雷公太景满面桃花开后,郭城东就与格斗狂人多有鼓动。 徐晓东当时差点就要上勇士的荣耀打比赛了,因此,二人本就有资交局交集。 这次格斗狂人来何难,就是先到郭城东处,还在大东想开办直播节目。 周说明双方有交情,严帅齐故意伤害格斗狂人的可能性,显然并不存在。 其实,徐晓东意外受伤,之所以因谋论成家办起,主要还是因为,自格斗狂人武林大家以来,动了很多武林大生意,中人的大蛋糕。 再加上他自身狂言妄语,令一些人对他不爽。 所以,才会有一些人,看到格斗狂人为武术事业受伤,仍要借机嘲笑他。 一切心中,不满,用他人的伤痕,来满足自我的偏狭,引上图片来自网络。